主席各位同仁 這議事錄確定這個是非常明確的 上次會議我們大家都有參與 那今天提出有意見的委員 那時候並不在場 而且就完全按照這個會議程序來進行 所以所有的決議都在議事錄裡面 所以這個陳委員你提出這個對議事錄有意見 你也說不出意見在哪裡 哪一個案子你也不知道 甚至你對這三案有意見 這三案具體內容是什麼 我想你大概也不是很清楚 你不要假確定這個議事錄這個程序 來杯葛這個會議的進行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太好 我們在這邊開會是拿人民的這個納稅錢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 我覺得用這種不成熟的方式來杯葛這個會議的進行 我覺得是比較不好